做創作其實很容易都會把自己有些東西寫進去 因為你身邊的東西就構成了你的靈感 Hello,歡迎大家收看《講慢動力》 如果你比較喜歡治癒系列的作品 甚至喜歡看一些奇幻的故事的話 今個星期要介紹的這本書就非常適合你了 首先跟大家介紹我身邊的 Body Pay Hello 你的畫風也比較特別 對白比較少 以及色水上的處理 都是好你自己的風格 我這本書叫做《Cronus Express》 會是關於一個主角去一間咖啡店打工 有一天他獲得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就可以出版紙的作品 但他就遇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找不到靈感 於是隨著結尾線逼近 他寫不出一個字 那時他出現了一個很神秘的列車 列車上的人就跟他說 你上人這個列車我們可以幫你解決任何關於時間的困難 於是他就上來了 開始了一個現實和奇幻的膠材的力竭 你現在有窩心和溫馨的故事 所以說關於一個人如何接受失去這回事 你自己本身是否都很喜歡寫一些奇幻的故事 這個題材我都有興趣 自由度可以大一點 可以突破現實的很多框框 你想怎樣玩都可以 畫面上都可以有多一些完美的表達 我自己看了稿件之後 這個感覺就是在上色方面其實都有幾種不同的處理 譬如在列車上面 色調是比較啡啡沉沉一些的 但是去了另一些地域世界 突然之間 好有一種一個好奇幻的世界 對 很不同 跟現實很有距離 或者很另類的一種風格在裡面 我一向都偏向喜歡用一些色彩繽紛的配色 今次我就想營造一個對比 在列車上 可能氣氛會比較平靜一點 在晚上 所以顏色就會像你說會沉色 另一個奇幻一點的世界 對比大一點 做一些現實很少見的 色彩斑斓的一個世界 除此之外 我看到故事內容裡面 其實的對白都不是特別多 其實我一向都比較偏好用少一些對白 因為一來本身 一向都做一些作品 其實那個獨製是外國人為主 但我又想讓香港人看到 之前做過一些作品是完全沒有對白 其實全世界 什麼語言的人都能看得懂嗎 今次我用少對白的原因都是 之一來很多都是主角自己經歷的事情 這麼個人的一些經歷 你用畫面呈現出來 可以讓觀眾用一些導入 好像他們都跟主角一起觀察 在描述那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若然以一個長篇的漫畫連環圖來計算 要落這麼少對白 挑戰性都挺高 其實我很期待他們看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因為裡面放了很多情感進去 我想不同人看完之後 他自己也會 不少有些位置會找到一些故事 所以我也很期待 多謝他們看完之後 自己的感受如何 讀者一邊看的話 可能會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 你自己畫的時候 在裡面又會不會找到一些自己的故事 做創作其實怎樣都很容易 都會將自己有些東西投寫下去 因為你身邊的東西 就構成了你的靈感 所以這本都有在我身邊的人 或是在自己的靈感 最後有沒有一些說話 想和你的未來讀者說 都是一句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作品 多謝